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 晚上的7点06分 在今年凌晨2点半 就会知道六月决策会议 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美国股市 不管是刀旧子还是纳达克 目前都陷入胶着观望 刀旧子期货盘目前是 上涨0.33%小幅上涨 而纳达克我们也来看 纳达克目前是上涨0.64% 到底会升两码还是升三码 我们稍后也要来做刀盘推演 好 为您介绍 这个阶段新加入的来宾 冠军操盘手杨云祥 老官好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老官好 大家好 欧保投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好 我们再回到通膨恶火烧fat 刚刚谈到电动车开始掀起了 手机的并购热 在通膨下的节能经济站 马斯克当然是翘楚 特别是马斯克 他不管做什么动作 已经变成全球产业的风向标了 他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现在要帮我们想办法 移民到火星去 他说他的SPEC S表现真的太好了 甚至有可能让他成为 全世界第一个赵义富翁 所以我们回来看新闻 2024年马斯克将成为 世界第一位赵义富翁 不是来自于他的电动车产业 而是来自于马斯克的SPEC S 有可能市值会超过三兆 成为全美最高的新创公司 而这家公司 马斯克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 带着我们移民到火星去 你们想去火星住吗 SPEC S的这枪火箭 星剑说有机会带大家到火星去移民 所以我们也来谈谈 在通膨之下 其实街能 当然电动车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低轨卫星连接电动车 也是现在大家观察的重点 对 地球的东西太贵 我们直接去火星算了 是不是这个逻辑我也不晓得 但是今天盘面上 我看到这几天不光今天 跟这个低轨卫星 或是跟太空商机的股票 开始动起来 尤其是汉翔 过去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个股票 对不对 它就是其实就是低轨卫星 概念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档 今天也有所表现 所以我就仔细的去看 发现说果然 一位听说全世界第一位 造译的富豪即将产生 当然不是现在 可是大家就去评估 你看他现在买推特440亿 对不对 然后又这个奥斯丁这个工厂 但是最具爆发力的是SpaceX 可是我就看了 其实不是特斯拉 是SpaceX 对 而且我去看去年的年初 他的资产是大概1900多亿美金 然后今年目前为止是2600多亿 所以他们用他这个发展的速度 加上SpaceX这家进来以后 不得了 估计很快的就看到他造译 应该是人类有 然后娟姐 我跟你讲造译有多夸张 因为我对这个数字实在太没有概念 因为太大了 造译 不管几个零 对 就跟捷克一年的GDP一模一样 真的 然后跟荷兰 这个是富可敌国 荷兰整个产值 全国的产值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真的叫富可敌国 好 当然我们来讲就是 那我们来讲是SpaceX 这个是要成为教育富翁的 这家公司 SpaceX目前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会通过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环品 即将要通过 通过以后 7月份第一次升空 正式的上太空发射 然后8月它会再发射第二次 而且估计未来每个月 它都会一直进行试飞 它会一直进行试飞 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当然我们要去讲 其实它终极目标是上火星 我比较好奇是上火星 它是要用它的新舰带我们去火星 对 但我讲最初一开始 SpaceX成立的时候 是因为马斯克就问NASA说 我想要把温室 它有一个计划叫温室计划 送到火星 那我可不可以用你们的太空船 那NASA说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太空计划 好 那这样 我自己开钱来处理好了 它就有钱人就这么任性你知道吗 它就把PayPal当时投资的钱卖掉 直接去成立了SpaceX这家公司 一亿美金 可是它SpaceX那时候 不是做到要倒打吗 对 一层 你知道 一层 它曾经做到快倒 很可怕 当然一开始就是新创最大的 可是做到一段时间 薪水付不出来 因为升空计划失败 大家也知道去年 我们节目也有讲 有没有 那个飞上去还歪歪歪 综艺摔 我都还记得是我讲的 综艺摔 可是就是它快垮的 那个时候突然之间 因为它还有上节目 讲到掉眼泪 这个真的有一个影片 讲到它掉眼泪 他就讲说 那时候NASA打电话给他 说你通过太新快倒了 薪水也发不出来了 NASA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要给你15亿美元的合约 麻烦你来帮我们做这个发射 然后帮我们做火箭 所以NASA救了他 救了他 所以你看 它去年不是发射 算着陆成功了 前面发生了几次爆炸 对不对 后来顺利再拿到NASA 29亿美金的合约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它说它的目标 就是在大家上火星 我算它目前估计 应该可以在700万人 700万人 对 就700万人到火星上面去生活 我们现在不要买房子 我们到火星去买房 春前春前 而且火星会不会心想心意 到那边站起来 围起来这就是我的 好了 我们来讲它的星舰 它的星舰很厉害吗 对 但是基本上这个星舰 现阶段来讲 它还是 是目前它的最强火箭 最强火箭 当然还是要搭配现在的列银9号 来做一个发射 但是它的这个星舰计划 整个一个发射的一个 算是可以在 我刚才讲那个Starlink2.0的部分 上太空 那Starlink其实更重 而且这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这个星舰计划可以回收使用 这个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NASA 所以它的星舰可以回收 可以回收 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好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整个计划 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包含了比如说 富达有投资 那我看还有谁有投资 Google的母公司也有投资 有投资它 对 所以未来 这一个以目前它整个计划的成长 到现在我们估算它的市值 已经超过波音了 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 航太军工产 军工公司 这个太空商机到底有多大 移民太空真的不是猛吗 将来我们真的可以 救到火星去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业 其实现在已经是另外一块 兵家必中之地了 对 基本上其实 全球很多公司投资股权 在2014年只有252亿 可是到去年已经成长到 超过2500亿美金 太空产业 太空产业的投资 那在2020年的时候 整个太空产业的产值 因为它包含的项目很多 总共已经超过3700亿 所以现在预估说 从去年这样一路到2040年 因为在马斯克带动的情况下 不论是基础建设也好 通讯服务也好 都会跟着带动起来 预计会大幅成长86% 而且这中间有一个 我觉得最兴奋的是什么 就是旅行 因为去年已经有700名旅客购买 好想飞 它不是飞到冲城 它是飞到外太空 那机票是1亿美金 美金 我可能要再多努力接一点通告 点零五亿美金 对 美金 可是未来 每年旅客 他说2030年他可以载3万人 真的到太空去坐旅行 那时候应该就会比较便宜了 商机规模上看230亿美金 那到底谁能够吃到太空商机 这块便宜 所以这个商机出来 其实之前这个鸿海的股东会 他不是有讲吗 刘安伟说明年一定会看到红海的卫星 因为台湾在这整个产业的发展当中 其实太空中心主任这个吴中信 他说台湾其实在前15 20名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太空产业其实默默的 比我们想像的还强大 而且日本三菱电机做了一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碟形天线这个天线 那因为天线你越大你收讯越好 可是越重发射的成本越高 他做了这个新的这种光明的这种材料 胶 既然可以透过3D列印直接在外太空 把它印出来 所以我只要把东西载上去 用3D列印把它印出来就好 省下非常多钱 而且甚至连Sony 他也决定成立今年宣布 刚刚宣布要成立太空通信公司 要发射一万两千枚的卫星 更有趣的事情是 到了太空要吃肉怎么办 以色列这家公司3D列印 他把牛的细胞带上太空以后 3D列印印出牛排 吃起来不晓得像不像 对 这是人造肉 这就是太空卫星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低轨卫星就是马斯克 这个部分跟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所以它那个商机其实蛮大的 对 台湾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其实很强 因为你看我们零组件 我随便讲几个 比较厉害的 我们有做印刷电路板 我们从印刷电路板开始来看 对 你看印刷电路板 台湾电 滑通 这个大家常听到 就跟地位卫星有关 然后有做天线的 太阳能电池的腰侧 马达晶片 你看连发科也有关系 还有系统 连发射我们都有 然后再来PCB的部分 然后天线的部分 这整块 放大器 限材等等 所以整个产业链 就是说不管是往天上的 都有参与 还是在地面的 我们都有参与 当然在这个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摸出它的细节 还稍微不容易 但是你如果去 我讲这几个 大家会比较熟悉 像金像电 建汉 这个之前我们一开始 帝国卫星常谈 还有包括企机 甚至像药华 这些我们都常谈 那我就发现最近 因为像这种产业的议题 不会那么快发热 稍等我一下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那我就发现说 对 主力最近 开始进来这个领域 包括你看像金像电 建汉 这就是我为什么 选这个的原因 当然我们 就是主力开始进来 开始进来 所以你要看到投信外资 还不容易 但是主力一定有闻到 产业的方向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 金像电来带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股票 我用比较长期的周期来看 周线来看 你就发现说 它其实是在走一个上升轨道 虽然这两天 它有稍微有一些压回 可是它前面这个太强了 所以涨多稍微有点压回 那外资 这种外资通常都不是 我们所谓的正统外资 它应该是主力外资 我认为就是主力 你看最近几个礼拜 一直进来在敲这个股票 它的获利好不好 我跟各位讲 它第一季赚了一块半 所以我们从它的 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便宜的 有没有 它其实是便宜的 好 那你说便宜必有 人家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人 可是我不是这样想 为什么 我特别帮它圈起来 它的营收 你看 圈姐 不论是四月上海封城 还是疫情的问题 你看它的营收 它的YOY一路都是成长的 都是正成长 最新的是五月份 五月份年增率成长37.5% 而且如果以月增率来讲 四月份应该有受到封城的影响 所以成长的幅度比较小 但是五月份马上就出现 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在马斯 所以说如果马斯克 能够成为造益富豪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选这些股票 未来有机会上火星 未来想上火星吗 回到台北金人最重要 竟然谈到了PCB 其实印刷电路板 前一阵子非常强势 但最近开始出现分歧了 所以有人说一个PCB 两个世界 像星星往下破底 但竟棚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请冠军操盘手 云翔带我们来看 PCB应该怎么做观察 因为ABF载板去年好红 对 没错 但是今年星星竟然在破底 对 因为确实 因为PC降温了 所以伺服器需求 是比较弱以后 确实就是大概 外资今天是调降的关系 不过你看调降之前 南电已经跌了300块 从630跌到330 所以如果你等到外资调降 你才买的话买一户 招买一户 以这个来讲 我们大概可以看了 就是说 所以连接到车用的比较好 连接到PC的就比较弱 对 因为车用它的需求 还是很旺 很强 再来一个就是说你看 一个是高价股 一个是低价股 现在这种行情来讲 一定是动低价股 没有量 以这个来看来讲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上面它的本益比 现在还是很高 本益比它的落点 都还是接近在20倍 以去年的EPS来讲 那股价净值比也是现在会考量的 因为股价净值四倍 代表说这个价格 离它的净值还有四倍这么远 你看这个低价股来讲 华通刚刚也大概有提到 这个本益比都才大概11倍 然后它的股净比才一倍多 以车用这两支来讲 它的股净比甚至低于1 也就是说它净值还比 它现在的股价高 它的本益比像这个金城科 只有5倍多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遇到这样的股票 所以要找低本益比的 连接到车用的 对 没错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好 所以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以目前K线来的 就不用看了 你看这个K线一直处在一个 对 五 六个月 都处在这个月线之下 或季线之下 所以大概这个也不用看 那你发现说 这些车用的这些PCB 基本上你会发现说 它的这个不但处在这个月季线之上 而且它的月线都穿越季线之上 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 比较偏多的一个 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挑一挑 如果以这来讲 我还是会选择像金城科这一支 来 6191我们来看一下 对 因为刚刚有看到 主要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说EPS 居然达到5块7 才37多的股票 5块7毛9 对不对 去年 对 那本益比只有5.6倍 而且各位还要想到一点 韩席 韩席还含1块74 也就是说这个钱 对 32块多还不算1块7 所以基本上它价位确实低 那另外一点来讲 我们来看就是说 它确实在大陆现在 其实讲说经济面来讲 它现在好像用电动车 在支应这个经济的一个强度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现在光电动车的这块产业 在大陆每一次都很强 我们来看一下说像宁德时代 我们来看宁德时代 我们今天看过比亚迪 我们也来看一下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今天也是大涨 5.4% 我们来看日K线 以日K线来讲 虽然感觉没什么的 这一波从这里到这里 涨了30% 5月份到现在一个多月 涨了30% 所以如果再看下一张来讲 就是说你会发现 我们再回到金城科 对 金城科的那一张 我们再回到上一张 好 你可以发现说 以这个来讲就是说 它金城科的这个 是金星的母公司 对不对 所以金星是打入宁德时代以后 当然它做所谓的这一块 电子管理的系统 BMS电子管理系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它大陆在抢作 这个所谓的换电站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公路以后 6191金城科 它就会透过这个8183 打入这个所谓的供应链里面 所以就是未来 对 它的一个供应 基本上会很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季雙雅 因为云翔是季雅雅的高手 对 有出现要发动的迹象 对 因为以这个 刚刚我想说 这一块来讲 它刚好越过这个所谓的 越跟季线 同时来讲 它的这个月线已经开始往上 准备要穿越这个季线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 发现说 它的一个融资基本上很低 才12%左右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散户筹码 很乱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你看 它公司的库长成本在36块 也就是说公司的成本在36 现在的股价才在32 那以它的净值也在35 6块 那加上说刚讲 它的本益比非常低才5点多倍 所以我认为说 它有机会穿过这个 公司的一个成本 有机会穿过 库长股成本36.04 我们持余的年来关注 通膨恶火烧FED 在今天晚上 利率决策会到底会做出 什么样的结论呢 但通膨居高不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所以在通膨下的节能经济战 刚谈过了电动车 谈过了低轨微星 也来谈谈离岸风电 特别是离岸风电 现在打造国家队 所以政府现在大拨款 要拨千亿银弹 离岸风电的千亿银弹 通过了投审会核准了 卧序能源海龙风电投资案 换句来就说 政府现在大力推动风电 对 政策力多 请看一下今天 这个风电概念股 都表现不错 因为刘德英刚讲过 台积电不担心缺电 担心跳电 对 容易跳电 投审会听到了 火速的通过 千亿的离岸风电的投资 我们看一下 到底通过是什么 这个丹麦的卧序能源 有两笔 加起来就八百亿 这投资了大张化的 离岸风力发电 再过来就海龙控股 这是荷兰的 大概是两百亿 投资了一样离岸风力花电 所以一千亿 今天造成了相关股票上涨 不过我们讲一下 海龙这个离岸的计划 他运用了西门子 号称全球最大的风电 比上一代 重量增加25% 而四百吨 所以安装的这个作业 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安装 先水架基础的运输船 到了定点之后 先打装 然后打装以后塔架 现在装的这个是 它的机舱 机舱装起来 然后电力的设备 也把它装上去 最后最难的是什么 那一个风叶 那个叶扇 这个西门子 这个风电叫做戈美萨 这个名字很厉害 它的这个风叶 大概长度81公尺 什么概念 最大的客机是A380 A380把双翼展开 它比它还长 要把它装上去 那这个不容易 这是全事业最大的 对 最大的 用在我们的这个海龙计划 那再过来就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这个卧序能源 其实最早进入我们台湾的 这个离岸风电 现在是我们是客制化 或台湾的这个运维作业船 什么叫运维作业船 就是那个船开出去的时候 那相关的那些人员 海上的家 工程师的话就担任了这个船舱 那船员也有船舱 上面要很多娱乐休闲的设施 还有健身的设施 网路的设施通通都有 就是工作人员等于是以船为家 对 而且你限点 就把餐点组出来 但是要让工程师走路去上班 所以那个应用很多先进的科技 这个作业船 它很多科技不会晃 不会抖 它在一个浪2.5公尺高的时候 它也可以作业 非常平稳 对 那现在 所以这些工程师住在运维船上 来做风力发电的工程 对 因为整天待在那个地方 而且出去就要待很长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现在离岸风电这么行 你看 现在俄书战争原油标这么高 然后拜登又禁止了俄罗斯的 这个原油天然气 那怎么办 我要寻找其他的替代的能源 反正中国现在也全力在做离岸风电 全球的一半新增加的 都增加在红色的中国这个部分 而且据说中国什么都要下乡 什么家电下乡 汽车下乡 能源车下乡 现在连风电也可以风电下乡 对 但是吉林省要风电下乡 三千个行政村庄 每个人都去给我做离岸风电 但是大家想清楚 我们海上的风电的话 很单纯 船就把设备载出去 那它下乡怎么说 但是你村庄 村庄那个路是弯弯曲曲的 那个风电怎么运输 怎么运输 我告诉你 人家用车轴转向叶片的运输托板 我们看画面就知道 你这样你那个路一转的时候 你假如你叶片没有一个跟着转向 它在上面一个托板 那你就卡在路上 对不对 这个路我弯来弯去的 这个怎么运 观众再看一下 再看清楚 它跟着转 对不对 好厉害 多聪明 我一开始我们觉得 这个风电下山不可能 惊险万分 给它做了 2024年吉林省就全省的覆盖 再过来 这个离岸风电 还有很多的这个黑科技 好 我假如在屋顶 或者在公园 这样来 风电这样转转转 多危险 对不对 你看 现在有一个新的 无风电震动的发电机 就这样 那个风一直吹过去 在它的后方的形成了涡流 那这个设备就开始摆动了 震荡了 震荡了以后把机械转成电能 所以它没有液扇 对不对 没有那个扇 它用的是复合的玻璃跟纤维的材料 那跟我们家那个Dyson电风扇一样 对 一样的意思 好 再过来 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 那叶片要维修怎么办 人员 那个很大 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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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像这样多危险 成本也很高 对不对 现在发明了一个六族的运维机器人 好 车开出去 这个机器人就像无人机 开始起飞 起飞了以后它有六只脚 每只脚下面都有吸盘 就吸在那个叶片 所以机器人去检修就对了 对 所以人家爬到那么高也很恐怖 对 所以你看科技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机器人 对不对 看起来 那个就是机器人 所以现在改成用机器人检修 回到风电了 风电这个产业现在非常航 最主要就是能源不够 通膨高涨 所以风电概念 骨在街表现也很好 对啊 也算是抗通膨的概念 当然 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讲这两党 尚伟投空这个族群的老大 那3708的这个尚伟 我们把这个K线敲出来 今天一度涨停 但没有锁住 他基本上这一段时间 还是一个区间的整理 他这个上影线要不要紧 因为这上影线蛮长的 因为今天消息面 而且今天大盘是观望 消息面来的时候 冲上去一定有人调解 但是很多人说尚伟投空 第一季EPS还不到一块 涨到现在一百三十块 有点贵 但是他做什么 我先解释一下 就那个叶片的素质的材料 叶片的材料 对 那基本上 因为后面才会入账 所以市场估计 不是你想像那么低的EPS 应该有八块了 就是有这个八块股价 才会撑在这个百元以上 所以他因为之前还没有入账 对 他在后面 今年后面才会入账 今年抱住他也是赚钱 今年以来他股票 今年要赚钱也不容易 今年以来他股票涨40% 今年以来涨40% 今年以来涨40% 我们用周线好了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所以大盘今年从高点跌了3000点 但这一档个股 没落到 你看如果从2022来看 稍微放大一点 从这里 它其实是没有跌的 对 今年还是涨了 那我们介绍另外一档 大家比较陌生的1503的市电 市电做什么 这个风力发电里面的一个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 我们看一看K线 那其实他最近有做了一个回档 所以相对安全 有跌过了 有跌过了 所以你看今天他就没有留明显的上影线 倒是下影线 很长的下影线 那市场估计今年EPS 会3块多起跳 这家公司也是满赚钱 只不过大家 虽然是老牌公司 大家很久都没看 他也没有办法跟他联想到风电 对 配电 所以这个我觉得股价也是相对合理 以前只要想到市电都是通电 今年也没有跌 今年以来他股票大概涨了10% 也击败了大盘 所以风电产业也是高通膨之下的 节能产业 当然也很夯了 不说到高通膨 我们稍后要来谈的是 3.498的障碍 什么是3.498的障碍 高通膨 就会让美国的公宅殖旅率 往上飙升 通膨越高 殖旅率就越高 昨天最新的10年级公宅殖旅率 最高曾经飙到3.498 好 问题来了 高通膨让10年级公宅殖旅率 往上飙升到3.498之后 我们就要来想 明天台积电的除息行经 会走得怎么样 因为台积电配2块7毛5 我们用2块7毛5 去用它今年股价来计算化 它是2.1%的殖旅率 2.1%的殖旅率 对反而言 如果一比较 就发现3.49%比较有诱因 问题是台积电未来前景看好 所以到底台积电 明天的除息行情 会走得如何 因为它关系到大盘 关系到大家对半导体的细心 所以我们来看新闻 最近当然台积电的消息片很多 特别是Intel 包括韩国 日本 他们的结盟 似乎都建址台积电 所以美国联手 和美国联手 当然就是和Intel联手 日本寻求最快在2025年 就要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 这当然就是建址台积电 对台积电而言 会不会形成威胁 而明天台积电的除息行情 市场非常关心 魏亮 好 其实台积电 有净率也有缘忧 过去两年 全世界都在缺半导体晶片 美国当然 这个碎师醒过来 发现说没有了晶片 事实上也很难有产业发展 更严重甚至会威胁到 国家安全动摇国本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句话就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美国动作很多 一边去找韩国 要洽谈半导体组联盟 一方面又跟日本手牵手 那么放话说 2025年要合作量产2奈米 其实如果我们从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大家都在规划 要走向2奈米的发展 事实上在进度上面 都是会落在2025年前后 不过英特尔更是放话说 2024年他就要超车了 其实这一次来讲的话 我们就回过头去想想看 其实日本它要发展 这所谓的半导体 它的优势应该是在材料 对的确是有它的底气存在 其实如果要讲到40年前 美国的半导体都还没壮大的时候 当时日本是居世界第一 No.1 我们讲其实现在在整个半导体分工 非常细腻的状况之下 日本的优势在哪里 最明显的就是在于上游的特化材料 包含不管是细晶圆 或者是光科技等等 它在很多的一个半导体上游的材料 它全球的市占率 动辄都是超过5成以上 所以处于一个寡占 甚至接近独占的地位 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日本 它发展的一个策略上面 它是专精在特定领域之后 以这种工匠精神深入耕耘 专精再专精 举个例子为例 像这个大阪有机化学 它专攻就是 在半导体光科工序里面 所需要的单体 事实上这个单体 它过去被视为就是 技术障碍高 可是市场规模不够大 偏偏生产出来的利润 好像也不能够去满足很多大厂 它所看上的那一块肥肉 所以说很多大厂 它不愿意进来碰这一块 但是你在半导体的生产当中 你又一定是把它视为必需品 日本它就是走向这种 出一个比较特定的利基市场之后 它把它做到最专精 而且做到最大 所以以这个大阪来说 它其实在这个单体的全球 市占率就高达七成 几乎全世界大厂 都是跟它拿过 那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Intel 为什么美国要找日本合作了 对 但刚刚其实未来你谈到 这是远率 远率会反映在股价上吗 大家会因为担心美日联手 或美韩联手 威胁到我们台积电的地位 而影响到台积电股价的表现吗 我们先回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因为它明天要除息 它除息走的颠簸走的顺利 还是走的艰困会影响到 后续整个半导体和大盘的表现 所以你怎么看明天的除息呢 好 那基本上 我们可以参考就是说 台积电它自从改成继配息之后 它填息率就是百分之百 而且多数的时间点 它都只需要花一天就能完成填息 当然因为这一方面是席值变低 你过去一年 现在变成一季就配一次 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谈很多台积电的 不管是制成 良率等等 大家总觉得说 基本面这么好的护国深山 你股价就算很强 所以买了被套了 你就心里很闷 为什么它一直跌 关键在于你要弄懂台积电股价 一定要去看一个指标 就是美元指数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我们知道台积电占台股的市值全重 约略占三成 你可以这么说 在全世界所有的主要股市里面 你找不到一个龙头股 它的权重是这么高的 即便是譬如说苹果 它占美国的权重 了不起就十几% 所以如果以这种地位来看 当全球系统性风险笼罩的时候 当美元升息跟台币的利差 拉大的时候 国际资金它要提款 一定是找那最大台的提款机 就是卖台积电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形方面 美国今天晚上凌晨2点半 就会决定要升息了 对 只是不知道升几码 没错 那又要再大提款了 所以我说它有净率 就说近期来看 因为美元指数短线上面 要先反映一下 这个升息的力道 如果是升2码 也有可能美元指数 会从105折返 往这个102 100去靠楼 但如果升3码 可能会稍微再墙个一两天 但是我觉得也会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美元不会连续走墙 好 那我们当然要来问 明天台积电的出息行情 如果走得比较辛苦 如果刚巧这个习机不好 都要赌到美国要升息的这个当口 如果出息行情走得比较辛苦 我们该不该趁危机入市呢 也就是明天如果有贴席的机会 能不能进场买台积电 请举牌 认为贴席可以买台积电的 请给圈 4票圈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提醒你的是 我们等会要来沙盘推演 到底稍后凌晨2点半 利率决策会议会 做出什么样的结论 同时也提醒你 现在全世界不只要看 美国股市的表现 也要看陆股 因为这个波段 全世界最强的市场 其实是陆股 所以我们请蔡总 帮我们来沙盘推演一下 我们先沙盘推演 利率决策会议 你看它会怎么走 我想 现在市场的股市会 升3码 因为90%收到升3码 因为美国股市都破底 也反映这个部分 所以一般认为是会小跌 如果升3码你又是小跌 那变成升2码会大涨 对 利空出境大涨 我觉得这可能性太低了 对 当然有升4码的声音出来 但是这个可能性很低 最有可能就是2码或3码 蔡总认为如果升3码小跌 如果升2码会大涨 会形成利多 那我们回来谈陆股 大家都习惯看美股 但其实最近一定要看陆股 对 其实风水轮流转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道琼指数从高点跌了31% 但是上阵 虽然这个波段它跌了23% 但是问题从低一点 它已经反弹了16% 然后这个纳斯达克就更惨了 高点跌了33% 但是深圳它是反弹了21%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一股还没有谈 陆股已经先谈了 因为 两成到两成左右 过去两年美国疫情的时候 印钞 美国股市全球火车头 但大陆并没有那么宽松的货币 所以股市没有什么表现 甚至还跌 然后政府又监管的网络科技公司 跌很惨 但今天发布了两个数字 上个月的工业生产 又疫情 已经转正了 中国五月工业生产转正 年增0.7%超过疫情 前五月的固定资产投资 也成长了6.2%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零售销售 虽然衰退 但基本上也是 来 零售销售总额年减6.7% 但是市场估计 优于市场估计了7.1% 对 优于衰退7.1% 所以陆股这个上涨是有基本面 经济开始互出 然后政策面开始做多 所以现在开盘的 那个欧股的上涨 应该都是被陆股给带动这个气氛 也相当程度的缓冲 明天万一年准会升三马的话 股市不见得会怎么样 被中国这个消息给缓冲了